大S离婚内情首曝光,小S报大S与汪小飞婚姻不快乐,亲接大S现状。 去年11月,大S正式宣布与汪小飞离婚,让很多人对此感到惋惜。 但离婚不久,就有媒体爆出汪小飞与女星张盈盈的亲密照,牵扯出她疑似婚内出轨。 离婚后,张兰多次为汪小飞说话,甚至在直播时暗讽大S强势,矫情,让网友不要再诽谤诋毁,直言儿子从暖男被逼成了渣男。 在谈及大S婚姻时,小S似乎是顾及汪小飞的颜面有点语色,欲言又止地表示大S在婚姻里过得并不开心快乐。 对此,网友猜测是不是与汪小飞的绯闻有关。 不过,此前有媒体曾求证大S,他只是表示都是过去了,自己要向前看,珍惜当下。 十年婚姻结束,对于离婚的真正原因两人没有过多解释,孩子也都在大S身边生活。 离婚后两人也都开始了新的生活,希望各自安好,一别两宽。